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他背后的门道 了解他背后的一些政治经济 甚至在文化上面的一些因素跟影响 我们也有YouTube频道的Podcast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真正的独立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 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倾鉴微小的声音 在台湾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台湾的医院 不管是护理师或是医师 在过去过劳的情形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常也会在跟很多人朋友聊天说 哇这样的一个 如果我们的医生过劳 或是我们的护理师过劳 你敢到医院去看医生吗 因为他所受到影响 绝对不会是这些从业人员也包括所有的民众 但是我们的政府似乎也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做了一些的调整跟改善 所以前阵子行政院他就提出了护理能力政策 准备12项策略计划 他大概每年花180亿去执行 那看起来这个计划是想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 护理能源劳动条件或是工作环境的改善 不过在这个计划颁布没有多久 我们的台大企业工会跟成大医院企业工会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跟成大医院企业工会 他却召开记者会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到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的秘书长邱宇宏 要来跟我们谈 其实看起来有点遥远 但是又是非常切身的议题 宇宏你好 观众朋友以及老师大家好 谢谢宇宏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刚刚我有大概提到了 这个行政院他推出的这个护理能力 护理能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 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告诉我们 这个计划这个当时是为什么会提出来 然后他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历程 以及你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大致的看法是什么 好 行政院他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去提出这个12项的准备计划了 来切入那希望能够来切实补足这个台湾现有的护理能力 所以这个计划你们整体的看法呢 就是因为你刚才那方面他事实上提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包括这个加薪啊 包括这个这个护理的这种能力的补足等等 你们的整体的看法是什么 应该说行政院现在这个计划来看他大概会分成我觉得是三个面向啦 第一个就是说从前端如何来扩大这个护理生的这个供给 所以说他在这个考试的这个标准啊次数啊或说跟教育部这边的协力上面有一些 呃方案那再的话就是针对现在如何把人留住以及说吸引一些 护理师进来那这方面他就是大概会从 呃护病比的标准然后包含就是说提供护理人员夜班费的奖励或者是说去奖励这一些 三半护病有达标的医院去提供一些具体的这个 钱然后能够来增加这样子的诱因嗯这是在比较针对呃现在的目前的呃状况那还有一些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偏向可能在呃未来性一点或说其比较其他的一些细项啊比如说呃他提到的所谓的这个推动友善护理资产的这个一些规范啊或者说比如说呃未来是不是能够借助一些科技能够来减缓护理师的负担嗯嗯对这些大概 嗯嗯很难说他具体未来会有什么成效来就是比较是一个概略性的一个方案这样子嗯所以我我自己也看了这个部分好像分成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包括职场改善嘛好然后还有包括薪资改善然后以及人才培育人才培育就是他可能会跟这个教育部合作然后包括像国考的这个呃方式的调整或是可能也许在名额上面也就会做一些呃这种所谓常态性的任用等等然后在呃轻轻的改善就是这个方式的调整或是可能也许在名额上面也许会做一些呃这种所谓常态性的任用等等然后在呃轻轻的改善 就是包括你刚提到的加班费还有这个呃这个有关于环境的改善包括你刚提到的科技应用或是这个并户笔的这个部分啊那你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要去做了某种的改善 但是又有一点点的模糊又有点点的不确定所以这是你们出来开记者会去对于他提出一些呃建言或是反对意见的原因吗嗯应该说我们这次记者会会比较主要是锁定户并笔跟这个护理奖励金的部分啊嗯那其他的部分并不是说我们不不重视而是说因为其实他很多的计划现在的呃具体的经费或是他要怎么施行其实都还没有 呃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嗯就是包含刚刚前面讲的究竟怎么样用科技减缓护理师的负担或是比如说哎跟教育部这边来合作之后究竟新的护理生会不会更愿意来留下来在职场啊或者说这个未来的这个友善呃友善护理的这个职场的规范这些能不能发挥重就是他这个时候像策略其实大部分现在其实是看不到呃具体的计划他的经费或是一些计划项目可能都还在制定细节当中所以我们这次的 记者会其实比较是focus在呃就是护理人员业办费奖励跟就是包含三班户并比的这个落实的部分嗯嗯所以在这次的这个计划里面其实可能还是一个guidline的性质啦就是一个大概方向但实际怎么做呃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应的政策或是办法或是一些执行的细节或是甚至包括虽然有提到了这个经费的预算但是怎么去分配等等恐怕还是有很多必须要更多 厘清的部分那所以我们也许就先针对你们这一次提出的呃有关于这些所谓的薪资改善的部分呃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你们在这个记者会其实也提出了三大诉求哦可以告诉我们简单告诉我们这三大诉求大概提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吗 好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说从基层的从工会的角度去看这个政策的实行就是说目前已经具体实行下来三班户并比跟护理奖励金的部分啊我们觉得其实他的整个目前为服务的这个政策其实是在各项环节我们认为是有蛮多的缺陋啊就是说比如说从前端的这个政策的制定其实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妥善的去收集基层的意见然后以及切实的去反映在他这个政策制定上那导致 是后来的一些争议冒出来对那争议冒出来其实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呃部分就是说在护理奖励金这个同工不同酬或说这种类似挤牙膏式的一个预算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导致了基层护理人员更大的一种相对剥夺感或是一种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说在执行上也是有问题的那再来的话再来第三个点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一个 一个那么大型的一个政策他其实应该是要受到呃严格的这个检视跟监督也就是说不论是基层还是社会大众都要去看说哎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具体能没有去真的去改善护理人力的状况但是现在的这些人力数据就我们看来其实都是有失真的疑虑那以及说他的一些查核的基准然后就是说呃定期的公告的这些机制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晚 完美对所以说我们这次提出的三大诉求第一个就是基层要参与就是说应该在政策研拟期间就纳入基层的意见建立跟工会团体的定期协商那包含第二个就是奖励要公平就是我们这次特别提到的这个 护理奖励进分配布局的问题然后以及第三个就是全民要监督就是包含三半护并比的数据要细致到比病范围单位做公告 然后各医院的这个离职率跟空缺率应该要做勾计的查核那才能够让社会各界来检视哎这家医院他具体的这个护理的职场环境是否有真的改善 所以简单来讲其实比较偏送在有一部分是在所谓的程序跟操作上面的问题包括你们第一个诉求基层要参与全民监督这个怎么去操作 然后他到底的实际的预算编列是什么不过如果针对那个实际的内容其实比较偏向在刚谈到的奖励要公平吧 就是有关于这种所谓的加薪制度这一部分的讨论这部分我们待会会进一步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 因为这其实一直很多人都会觉得护理人员这个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薪资相对加是偏低那特别是有很多三班次或者是某种的会认为这个人力不足的状况底下到处要支援 那这样的有办法去解决吗 那但是你们的诉求之一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基层要参与这件事情 不过我看一下这个卫福部相关的新闻稿或是一些相关的说明当中 他们提到说这个护理人员的这个政策准备计划呢 其实他们已经透过各个层面的管道来收集一些广泛意见 我这边列一下他大概说明他透过哪些管道 比如说总统部行政院考试院卫福部考卷部 教育部国防部退府会等等的这个所谓的跨部会协力 他们也去找这个所谓的护理学校医院的管理护理团体 公会代表等三班的代表来这个有关于并户比的这所共事会议 然后也包括立法委员还有专业团体 那还有所谓的护理医院护理的一些相关调查 包括这个啊这个互助一起来平台护理社群线上问卷哦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 我至少从他们新闻稿里面看到一件就是说 我已经广泛的征询意见了 甚至也提到说跟这个好像也跟这些护理团体 公会代表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讨论 所以你们为什么还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基层参与是不够 或者觉得这个不算是一种基层参与呢 嗯 就是说现在这个卫福部招护士这边跟基层工会团体的机制 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一个正式跟明确的管道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概念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计划性的 比如说我这次要来处理这个三班互并比的数据 那我总是要来问一下说 基层觉得怎么样的数字是合理的 对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就会特别找这个工会团体 但是在其他的部分也许他就会觉得说 可能这个题目可能有关于团体 对他来讲不是那么一个必要的咨询的角色 或是协商的角色 所以他就不会找关于团体 这是一个部分 一个基础的部分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特别在记者会去强调这个奖励分配布局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那是呈现另外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关键的落差 也就是说去年这个为造护士 他们确实是曾经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针对这个夜班费的部分 但是当时其实他的这个调查方式已经是先设建在话吧 就是他一开始就直接设定说 如果今天我们来调高护理人员的这个夜班费 由政府的这个资源进来 那你会不会 就是他就问护理人员说 那你会不会增加你的留任的诱因 会不会增加你留任意愿 他其实就是这样子问 那我觉得在这个题目之下 大家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说为什么最后具体又会有跑出争议 就是说他做完这个问卷调查之后 他也确实在12月的时候 有类似非正式的一个座谈会 有找一些工会团体来谈 但是当时呢 他并没有把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 夜班奖励金这个40亿里面的钱的 具体的发放的细节跟内容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到了最后1月底 就是说这个方案 奖励金方已经确定公告出来了 我要我们仔细的去 查了里面的资料跟他的规定 才发现说 竟然特殊单位 包含急诊、加护病房、食肾室 这些特殊单位竟然是被划在 就是另外一个奖励金的池子里面 他的发放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他没有明确的数额 以及说他的这个27、13 他把41切成27跟13亿 这13亿给特殊单位人的钱 并没有明确的数额 而且如果27那边的钱有不足的话 13亿还要反过头来去拨补那里的不足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有一种感受 就是说 严格来说 卫福部他确实有做一些表面上的这些协商 或者是跟社会各界沟通的一个过程 但是实际上反映在 以护理奖励金这一题来讲 他最后实际上反映在结果的就是 我们还是到了最后一刻 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才发现里面是很有问题的 那导致今天基层的不满跟怨罪增生 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这些协商过程 跟这个收集社会各界意见 只是一个过水 然后说 其实你明明自己内部已经有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针对奖励金发放 有一个自己内部的计划 但是你却在事前完全没有向 工会团体来透露 没有跟基层来对话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从这次的事件里面看到 在这方面就是卫福部可能相当 我们认为蛮不负责任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特别是指出在 这个有关于奖励金的部分 是有一些差别待遇 然后这个差别待遇的 如何差别如何运用 并没有跟你们有比较实质的讨论 是事前完全不知道 这个差别待遇是有哪些的不同 简单来说 现在护理奖励金这笔钱 他们是从健保的专款预算 去拨40亿的一个总额 来拨给一般人员 但是这个里面又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27亿是给急性一般病床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住院 我们一般传统 就是一般认知上的住院的病房的护理人员 他是有明确的数额基准 就是依据你的医院的成绩 或是你小夜班大夜班的成绩 它是一笔固定的定额 你只要值一天小夜班 值一天大夜班 你就是领一个固定的定额 这个是政府明定的 但是其他的这些27亿分完 剩下的那13亿 就是for特殊单位的 就是刚刚前面有讲 急诊、加护病房、洗剩室 这些不同单位的 这些单位 它的拨付的状况是没有明确的标准 而且它里面明定就是说 如果27亿那里不够发了 那13亿要优先去填27亿的缺口 那剩下的特殊单位了 再来分这13亿减N剩下来的钱 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 大抵去确认说 就是它的这个最后特殊单位的 护理人员能够领到的钱 即便是夜班人员 它领到的钱都会跟 急性一般病床的人是不同的 那因为现在它的这个 它是说它大概六七月会拨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计算 这个具体的落差 但是就基层的感受来说 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差别待遇 你的意思是说 它有一个固定的数额 这个固定的数额 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 所谓的一般病房 就是渡院病房 或是我们看到的护理师 另外一个比较不确定的数额 是刚刚谈到了 包括像急诊室 或者是一些特殊单位的 这一些护理人员 所以它会把一般病房 固定数额花完之后 它才会去考虑到其他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可以这样理解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 这两个工作的类型 有什么不同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护理师就是护理师 难道你在一些特殊的 这种所谓的工作的场域 或是特殊的人员 或是急诊室 它不会到一般病房吗 或者说在资源有限的状况底下 先固定在一般病房的这种所谓的奖励的发放 然后比较明确化 这样子不行吗 反正总之慢慢的钱 可能如果预算越多的话 就可以其他都可以使用 或者说本来假设 他们有一些轮調的过程 那一样还是可以享受到 或是得到这些应该有的奖励 就是说第一个还是说 我们医疗业界基本上还是 以工会基层的角度来讲 当然还是不希望大家被医院给致疫的轮调 因为这个同时有劳工权利的问题 也有病人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如果今天一个护理师在这个单位受训 然后培养的话 那其实他最好就是专精在这个单位里面去负责 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方式 那再来第二个点就是说 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以急诊来讲 因为他基本上他没有一个所谓病床上线的概念 他等于就是说 我今天有多少的病患进来 那我就必须迅速的去做这个减伤的分级 然后看依据他的这个伤势 然后可能送到不同的单位 给不同的病房再去做后续的处置 等于说他又不断的去做这个消化病人的这个动作 那所以说 我们认为说卫福部为什么在这方面是 有这样的差异拜 是特别是急诊 或加护病房的人可能会觉得特别不满 就在于说 因为其实急诊跟加护病房是负担这个急重症的需求的 第一线的关卡 他们的业务量其实是非常的庞大 而且作业难度非常高 对 那今天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要不断的来消化 直接涌进来急诊的这些病人 甚至说我们后来看到新闻上面那种 就是因为就是一般这个住院病床的这个 接收的这个量的不够 所以变成说病人得在急诊的这个走道 甚至有些医院还排到这个外面的广场上面 去做这个所谓的流关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全部的压力都是加在急诊的护理师的身上 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一个 并不存在一个叫做我没有床了 所以我就可以不收病人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得负责赶快消化这些病人 然后再来接下来提病不断的重复这个轮回 其实我们如果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这个急诊室 其实说实在那个就是像战场一样 是是是是 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护理人员 坦白说就会感觉他们情绪比较紧绷 甚至感到情绪比较不好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反而这种可能高密度劳动的这些 或是在这第一线里面遇到各式各样的这种 意外或者是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的这些护理人员 他反而是没有 当然不是说这个另外一边不要有 然后在护理这个急诊人员 而是说你的意思是要整体的公平 或者是这些可能也要同时的去照顾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来请教我们的雨虹 就是说那到底急诊室的这些护理人员 他们的工作的项目有哪些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取例一下 因为即使我们是一个患者 即使我们是个家属 我们大概也只能够看到他在那边跑来跑去 可能有背后还有很多很多忙碌的事情 我们其实都不清楚不明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议题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大一院企业工会的秘书长邱宇宏 宇宏你好 你好 刚也稍微跟我们谈到了这个 卫福部新政院提出这个护理人力政策 准备12项策略计划的一些这个大致内容 以及你们对他的看法简约来讲就是 你会觉得他只是目前只是一个计划的方向 一个概念有很多实际的做法 其实并不明确 但是有实际做法的部分 你们也有一些疑虑有包括刚刚特别谈到的 这种所谓的奖励金的部分 就是比较着重在所谓的一般病房 可是对于所谓的特殊的单位 相对之下比较忽略了 或是那个部分的安排是不足的 那我们刚刚也谈到这个急诊室的 这个所谓的护理人员状况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你们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 出来发言的护理师其实应该是有三位 但是其实就有两位是急诊室的这些护理人员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急诊室的护理人员 他们一般在这个急诊室的状况里面 他们大概要负担的工作有哪些 好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大医院 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说我挂号预约这个门诊 我今天就是看个病 那我就去这个门诊去做我的这个医疗的需求 但是其实还有大医院还有个负担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我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急重的状况 或者紧急的状况 这种车祸送进来 还是说各种紧急事故送进来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急诊护理师就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先去确认 他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一个病人这样 因为他今天并不是说我今天肠胃出问题 我去肠胃科 他就说我今天进来 我要先判断这个病人整体的伤势 我可能要先帮他做一个初步的处置 让他的整体的生命迹象是稳定的 那在接下来我下一步可能就要判断说 比如说他这个伤势主要的严重的点是在哪里 我依据台湾的这个急诊 有个五级的减伤的分类 我们可能就是遗到他的严重程度 就是最严重的 但是最快处理 那越不严重就往后排 他们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快速的减伤的分类 然后才能够达到就是说我来确保这个病人的生命安全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他们就是有几种状况 就是说假设说后面的这个加护病房 或是这个开刀房的这些单位 然后接下来能够马上来处理这个手术 马上来处理这个后续的医疗处置的话 那就会送到后面的其他单位做处置 然后说他可能状况比较一般 那可能就是maybe住个院 或是怎么样的去处理 但是现在的具体状况就是说 在这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个护理能力比较短缺 可能后面的这些病房单位 他不见得能够短时间内收治那么大的病患 所以说很多的病患就变成都会卡在急诊 所以急诊护理师 他的这个业务量就会大幅的拉起来 因为我原本其实只是要做一个快速减伤处置 我就后送到其他的单位去做后面的处理 我也是不断的做这个消化过程 但是因为现在后面这个能够收容的这个量能是不足的 所以变成大量的 我现在反而变成我连急诊本身都会变成一个超大型的这个病房 然后我同时要处理新到来的这个病患的减伤跟处置 同时又要来care就是照顾这些现在还留在急诊里面 还没有办法离开的这些病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双重的一个劳动的强度的一个高度劳动强度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急诊室里面看到的护理师总是必须要快速的跑来跑去 甚至会有一些焦躁的状态 甚至会觉得说感觉是不耐烦的 那个地方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疑病冲突的这个地方 这跟他的整个劳动条件跟劳动环境是有一些关联的吧 是是是是是是 对因为他要因为他那个同等于说是面临一个最急的一个状况 而且那个急还包含未知的状况 就是说你不晓得现在病人具体的这个确切的这个过的这个伤势怎么样 然后也说包含刚刚老师讲 比如说可能病人家属同时也进来 好像说他可能在一个紧急的情绪上头 那他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医疗人员也会有一些言语啊 或是肢体的一些冲突 嗯你刚刚谈到这个奖励的措施是把一般病房的护理师跟这种所谓的特殊单位的这个护理师是做的一种区隔啦 好那一般人员他可能呃也许他有有病床 所以他计算人有比较容易 但是其他的呃这样会比较难困难 我不知道这是他做区隔的原因 还是只是他在政策上面的一个先后持续上面的差别 那刚好谈到特殊单位的不同 你刚刚取到了这个呃急诊室护理师他被排除在目前这一种所谓的按比例做奖励的这一种呃这种做法之外 那特殊单位还有哪些呃是属于这一种呃这种医院的特殊状态的情况呢 嗯就是说依照魏福布他现在这个分法啦就是说除了我们最传统知道那种就是住院的病房之外 其实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功能性的单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急诊他其实在功能上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人留在那里 他是赶快要处理呃病患的减伤然后后送到后面的单位这个他的功能在这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次也有这个加护病房的护理师代表的发言就是加护病房那可能就特别处理这个重症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训练跟他们的这些处置是有特殊的呃训练跟专业的配比 所以这种或是包含就是说其他比如像刚刚讲的开刀房 他也不是一个要把人留在那里这个单位他就是做完这个该该做的这个手术或是一些重要的医疗处置 那我就一样去送到后面的病房去处理好所以说对于魏福布现在这个政策来讲 只要除了这些呃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住院病房之外这些其他的功能性的单位都会被划入在所谓的特殊单位里面 对嗯所以呃这个其实让大家觉得更好奇就是呃你刚刚谈到这些特殊代位其实有一定的比例是 工作高密度高风险高压力的地方那我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区隔是什么样的一种因素 卫福布有说相关的说明吗 呃卫福布我们现在观察就是说卫福布他的他大概是在一个很纯粹的政策导向 因为相以整体的人数来讲那特殊单位的人一定是相对少嘛 因为他是扮演功能性的角色然后一般的这个病房的基数一定是很大的 所以对于卫福布他的这种呃视角来看他大概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要去呃改善我这个互并比的数据 好去做我这个政策的kpi的处理所以说我我如果我有资源的话他就会觉得那我优先投入在一个可以去把我这个政策kpi给冲起来的一个地方 而且因为病房的这个互并比是有明确的基准那比如说像急诊根本没有所谓的互并比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断消化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说我我们自己工会团体看这个这次的这个互并做这样的区别大于我们就会觉得他其实一定程度上他就是没有在顾虑就是说现场铺里人员的实际的感受跟合作的状况 他看的其实单纯就是从他的一个呃视角去看说我今天怎么样把这个政策kpi在短时间内冲起来 所以我又先把我的钱去填这个可以可以这个基数人口基数最会是基数最大的这个病房的区块 对我觉得目前看下来他们的这个呃说法跟论述比较是这个这个状况 嗯嗯嗯嗯我想这个是你们为什么要觉得说基层要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实际的现场工作的人他所感受的情况可能跟政策的制定者会有一些落差 如果可以把这个现场劳动的这种工作者的情形或者是这种期待放在这个政策讨论 应该也会相对这样是可以比较完善一点了 那不可能百分之百最好但是至少那个意见是进入到那个所谓的抉择系统 我想这是民主社会一个非常必然必需要做的事情 刚刚谈到护病比那目前台湾的这种护病比的状况又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说护病比是我们就是说衡量护理师的劳动强度跟病人的这个医疗品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啦 当然你护理师要照顾越多病人 你这个相对的风险跟他的这个劳动强度就会越高 所以这是我们不乐见的 当然护病比是越好 但是最整体医疗环境越好 那在过去常常护病比越过 并且就是说台湾过往都是采用这个全日的护病比 也就是说我是三个白半大业小业大业三个半别加起来去平均 那这个其实很难反映真实的状况 因为你有可能某个半别某个单位他的人力是相对OK的 可是其他单位也许是非常吃紧的 结果你最后balance下来然后其实又正常 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的不精准 而且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理议 所以说工会团体包含一些护理权益的团体 一直在推的就是这个三班护病比的部分 就是我们至少确认到说白班小业班大业班的这个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个也是现在执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 那因为护病比的数据刚在六月初才公告上线 现在是六月中 就是说六月初的时候公告上线 那现在虽然数据上线了 但是我们认为说还是有蛮多的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是现在调查出来的数据跟基层的实际体感有非常大的落差 就是说像最新的统计区像今年三月的数字 那这个我以大大业小业白班大业小业的这个顺序来讲 就是说台大是4.4 9.1 13.5 然后像陈大院的话是5.0 8.6跟11.4 那这个数字抗散区其实已经基本上非常贴合 或甚至已经比现在卫福部新的这个三半户病的数据还要好了 但是这个数字其实跟基层的体感是有蛮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去让这个数字标识 不要让好像就是说这个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 然后医院不晓得用什么样的统计方法来统计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认为说现在三半户病比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数字现在至少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说服基层的 对那再来就是说人力资源这个足够的问题 因为前阵子其实也有一些各医院的一些关床 或是说他也不是说要关床就是说开不出床 所以说先暂时搁置在那里的状况 对那这个数字的话因为这个数字其实不太 就政府现在的平台其实没有那么公开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有新闻是在讲这个桃园市的卫生局有统计 因为他们那边有议员去咨询他们可能有所知 所以有这个数字 就是说桃园今年第一季的护理师人数是879人 然后跟童年相比的话去年是908人前年是930人 所以说从这个迹象来看我觉得现在要说 护理的这个离职出走真的有大幅的改善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可能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 就是说整体现在各医院缺护理师 然后这个病床开不出来 或者说急诊庸舍的这个状况可能都是现在禁止 嗯 所以互并比怎么去统计 你会觉得好像目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 或者是每个地方可能申报 或者是这种稽查的这种方式也都不一样吗 对因为现在就变成是说我们现在从这个 卫福部公告的数字来看只能看到一整间大医院 可能甚至是一两千床这么大规模的 的一个数字它最后平均下来的数字 然后对于我觉得对于工会或是基层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这个病房的护理师 其实我当然能够很了解我这个病房的具体的护病比跟人力状况 但是如果你给我平均到整个医院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 就那个数字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无感的 因为我今天要看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现在值班 好假设这个白班就是1比6 假设1比6 那结果你现在同样你公告一个数字是 我这个单位当局公告1比4 那我当然就可以去跟你吵说 怎么会落差两个人 你那两个人到底哪来的 我现场看就只有就是1比6 怎么会有怎么会变成1比4 那这个状况我觉得才能够切实的来监督跟查核 就是说现在做这种全院的平均 其实是非常的不细致的 而且我们其实坦白说也缺乏一个明确的第三方的机构 或者是说更更强有有力的一个公正单位吗 或者说就是说来做这个数字的查核 那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医院自行填报的这个数字 而且因为平均它是全院的平均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 我们只能说跟基层体感有很大的落差 对但是到底落差多少 我觉得那其实我们 所以我们的诉求其实就是说 希望三万互分比的数字是精细到病房委单位 而不是全院的平均 这其实也不只是一个数字是不是一个真实 或者是会不会落差 它事实上也会变得是说 如果你更精确的数字才会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 那个所谓人力资源到底够或不够 那看到人力资源当然 它会跟整体的这种护理人员的这个母数有关 这个母数也常常会受到流动的状态的影响 为什么护理人员的流动率是这么的高 它到底有多高 那在这个政府刚刚提到 护理人 护理人力政策的这些计划里头 其实也提出一些想要去补除人力的做法 那他们打算怎么做 然后你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是OK的呢 能不能够去补足人力呢 嗯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个趋势 就是说 为什么在疫情之后的离职率 就是离职出走超越来越严重 那我觉得大概有几个点 就是说 第一个是说 我觉得最基础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临床的业务 跟薪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你要说有没有一点点改善 那可能有 可是相比于整体 要真的把人留住 这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所以这是一个点 那再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说 在疫情期间 其实大基层的人员已经感受到非常的那种 所以说 为国付出吧 那就是说 为了这整个社会的疫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 继续定在这个位置上面 来负责这个战线 所以说 在疫情之后 比如说 可能他的人生 他可能真的觉得他 这样忍受够这个环境了 或者说他 他有其他的生亚规划 或者是他觉得 或者是包含其他产业 可能也提供了比较好的待遇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导致说 疫情之后的这个护理师的 人力大量的流失出走 那 现在这个政府 就是卫福部那边有一个数字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 就是说他有统计 从108年到112年 就是说等于说最新的数字 到去年底的数字 就是 不论是在医学中心区医院 还是地区医院的护理师离职率 都是创5年新高的 就112年的离职率 都是创5年新高的 对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定程度可以 就是说 我们常在新闻上面看到这些离职跟官场 或缺工其实真的不是假象 因为即便是政府自己做出来数字 也可以反映这个现况 对 那 谈到那个 谈回到说 护理人力的这个 12项的这个整备措施 能不能改善 就是说 我们觉得 我们是觉得说 其实护理师要留下来 有非常多的环节 包含刚刚老师也讲说 他一定程度可能低薪或是高压的工作环境 所以说 其实今天要解决的 当然第一个我们认为 如果以薪水来讲的话 当然 最好是从底薪来增加 而不是靠 奖励金的这种津贴的方式 就是 这个才是能够实际上来提高劳动 条件 至少以薪资的部分来讲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其实还有很多的面向 我觉得是 很需要内部的 这个 文化管理的风气的改善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接触到会员或者是 这些申诉 其实很长时候不见的是说 真的一定要花什么大钱 然后才能够来处理 他其实很长时候就是 整体医院的管理的风气跟制度 其实是非常的军事化的 对 那导致说 基层护理是觉得他的专业跟他的这个 劳动不受尊重 可能一下子又要被主管骂 一下要被病人骂 一下这边 其实不是他的错 但是又要他被承杀来扛责任 或者说 里面有一些事情 其实已经在 就是基层护理时间非常的不满了 但是上面的这个管理层 其实不愿意来请听 来做具体的改善 还是觉得你们就是我的忍力 我就是可以把你们任意来 识换来识换去 比如说像常见这种跨科资源调动 或是休假休不完 然后或者是说 有一些可能他连自己这个 亲人过世或是育婴假都不敢请 然后这种状况是非常常见的 那我觉得在一个这么 高压跟紧迫的一个资产环境 你说靠这些表面上的政策 能不能真的能够深入核心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医疗业界 长期以来的职场风气 跟这个内部的问题 那政府他的 比如说刚才没有讲这些 护理友善职场措施 也许对他对卫福部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就是办一个 可能我们就制定一些评估的KPI 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叫做友善的职场 然后可能定一些标准 可能各医院来竞赛 或者说评比评件 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可能第一名拿到多少钱 第一名拿到多少钱 第三名拿到多少钱 然后可能还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你说这种方式 可能他甚至最会沦为一种 可能讲难听的就是比较是作文比赛 或者是说表面上的这种宣传 对那这种方式真的能够来改善我们职场待遇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打蛮大的问号 你的说法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除了卫福部 其实上也提到 包括我们刚刚你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奖励制度 可能不是那么的全面了 但是他事实上也做 那这个做法也代表他们其实就是要去改变 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动条件 但是你加个更有趣的是说 是一个职场文化是一个管理文化的问题 特别刚刚讲调 目前可能还有一些 这一月是属于军事化的这种管理 或者说让很多的护理人员他相对的自主性 或是他在里头的 不只是那个劳动造成的紧绷 可能在管理上面也是产生某种紧绷的情绪 这些在流动性上面 或是他工作上面可能就不愉快 他流动的状态就会比较多 但是我看问服务的12项的计划里面 他其实有个东西也蛮有意思 我想要跟你来做一些讨论 就是里头有谈到人才培育的部分 例如说他说提到要增加 这个护理师的国考次数 所以将护理师的国家考试增设一次 然后会调整题目为50题 强化这个试题的品质 跟临床应用的一致性 所以感觉以前的这个试题的品质 跟这个不是在否这个临床应用 这个改变其实这个说法很有趣的 另外一个是 第12项这里提到的是说 加强这个所谓的护理人员的培育 因应人口老化之中长城的一些需求 教育部在2024年起会增加 百分之 增加投资10%护理人力的这个培育名额 所以预计到 这个2030年 护理人员也可以增加到1万人 所以一部分当然是 在所谓的劳动条件 或是管理方式的这种调整 另外一部分当然是 愿意去培养更多的人才 能够进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你对对福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包括跟国考的部分 因为国考他会变成是一种 应该是所谓的公费 公职的护理师 所以他可能在相对之下 留任的意愿就会比较高 如果增加这部分人才 可能是会比较好 另外一部分就是 那我们在这个培育上面 我们就培养更多的人 进入到这个系统 你觉得这也是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决 这种目前能力不足 能力荒的一些做法呢 因为其实去年那时候 考选部再去调整 这个国考名额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台湾院公会 我们也有发一个声明 就是说我们认为说 其实想要靠这种调整 增加考试次数 或是说这种调整一下 这个考试的方法 但是就是说 其实后来薛热源 他自己也讲很清楚 就是说调整那个 就是要让更多人可以合格 那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上面 你说现在的考试 是不是比如说过于理论 过于不贴近实物的 这个临床运作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当然可以谈 而且我们觉得 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但是你突然选在一个 护理荒的时候 突然调这个东西 又增加考试 那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你想要做什么 就是说其实就是想要扩大 这个前面前端的这个人力的攻击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就是说用一个简单的粗略数字 就是说台湾护理师的整体 有拿牌照 通过国考拿到牌照的人数是30万人 但是职业率是只有六成 大概就是接近20万 所以说这几乎等于说 每两个拿到证照的护理师 就有一个不愿意待在临床 所以这个也是新闻上面 常常大家在讲的 就是说台湾并不是缺护理师 拿到牌照的人其实很多 但是流失的非常快 或甚至根本他一毕业就没有打算 要去去投入临床的业务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卫福部当然 或是包含教育部这边 他们当然会用这样子的政策去 好像说吸引一些年轻的学生 来投入这个领域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实也能够反映 怎么讲呢 现实情况其实能够反映 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 比如说前阵子的新闻就是这个 护理系的注册率又非常 就是可能部分的学校是创新低的 我说整体它其实注册率是相当低迷的 完全没有任何奇色 所以说我觉得学生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 就坦白说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大家都会上网去搜寻 现在的这个具体的劳动环境 到底改善怎么样 心思待遇怎么样 这个大家都很明确 会去做这些规划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回到前面讲的 改善职场环境方方面面的改善 是才能够留住人的核心的关键 但是它就是难 而且就是你现在这么多年没有来推了 然后现在要推 我觉得就是可能没有 绝对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但是你说这些改善这些 从前端增加这些护理生进来 这个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帮助 我至少觉得 短期内视看不太出什么成效了 对那它也会有另外一个顾虑 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断的希望 护理师的人数往上拉 但是我们可能某种程度上在放宽 护理师的这个国考的标准 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符合 有过人期待的东西 还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变成是说 会制造一种好像今天就是 为了要满足这个人数需求 所以我可以不得手段 搞不好以后放的更宽 就是难度降的更低 然后只是为了要来满足这个人力需求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护理师自己的 劳资溢价筹码 或是对于病人的健康安全 我觉得可能都还是有疑虑的 对 这的确是一个从长期来讲 它绝对不会是一种放宽 不管是他考试的难度 或者是只是单纯的培养人 或者是怎么样去找到合适的 足够的合适的人才 然后让他愿意持续的去做 那这可能是能够发挥 比较大效能的一些做法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就是说你们其实提到了三项诉求的 第三点是谈到什么的全民要监督 这个对我来讲就有点好奇 就是我们全民应该是属于全民之一 我们要监督什么要怎么去监督 因为这感觉又是一个政策 又是一个医院内部的一些事情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 就是说像 应该是前两三个礼拜吧 就是那个时候 新闻上面在讲说 各地的医院有关床潮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卫福部第一 照护士第一时间是说 依据他们的统治数据是没有关床的 甚至是说全台湾的病床数 跟护理人人员数都在增加 然后用这样子来反驳这个这样子的新闻 但是后来很快就是又 又又就是邱太元部长又出来道歉 我就说他们的数字没有办法反映真实的状况 他们要检讨他们要道歉 然后再会再来了解大家实际上遇到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是让我们比较有危机的 那危机就在于说 究竟现在大家 我觉得那个有个落差 就是说不论是基层工会团 医疗工会团体 还是一般社会大通 其实大家一定程度上都很focus 这个护理人力的问题 护理缺工的问题 或说不论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深入了解 但是你至少一定会在新闻上面 不断的来收到这样子的讯息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卫福部他的这个护理人力的数据 包含他的这个政策 就是说健保专款预算 现在户比较已经有40亿了 那据之前的新闻是说 他们四年要争取四年115亿的公务预算 我觉得说会是一个几百亿规模的预算 那第一个这个护理缺工的议题 是社会已经弥漫的一个讨论的氛围 那同时政府也砸了几百亿下去 但是这些具体的评估的标准 我们谈的护命笔 离职率空缺率 这些重要的人力数据 现在其实还是我们认为是非常的不精准 或是部分其实根本没有空开 对 那这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在谈要怎么改善护理缺工 其实都会变得非常空谈 因为关键的数字跟精准的数字根本没有出来 那大家其实只是在怎么讲呢 也不说大家谈东西是假的 而是说 我觉得这个无助于这个社会 包含民众一起来参与说 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来检视我们政府的政策 是否确实达到效果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三点在讲的部分 对 那像是刚刚前面讲的护病笔 我们认为是应该以病房为基础单位公告 那包含就是离职率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因为微服部现在还没有 我还没有说他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来 但是对我们来做东西其实非常的容易 这个容易就是其实就是从这个劳保跟公保 全续部那边公保的资料 去勾基查核 其实就能够呈现出来了 因为今天你新到的护理师你一定会加保吗 你今天离职了你一定会退保吗 这东西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其实只要政府机关有意愿去做这个勾基跟查核 其实这个数字是一下就可以算出来的 对那我们也不用再去担心说 今天医院是不是为了要去讲他的这个状况有改善 所以去做一些人为操作 好说各家医院的统计的方式是不是不一样 导致这个不同医院算出来数字不一样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去pare这个 因为资料其实都在你政府手上 对那我们是觉得以不论是以监督这个 不论是基层监督这个改善的话 还是整个社会来检视这几百亿的预算 有没有真的花在导口上 有没有实际上达成那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现在政府 其实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跟透明公开的部分 我想这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了说 护理人员的所面临到问题 是不是只有护理人员 不是只有医护人员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些相关 都有些观念 所以我们怎么透过不同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或者是我们去刚刚谈到这些 不管是你的体感的观察 或者是数字的观察 我想都是能够去或多少去改善 这种现象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 今天非常谢谢台大医院企业工会的秘书长邱友宏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议题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 谢谢